長期旅居海外的國人返臺 享受健保的資源 一再引起議論 為了顧及公平性 衛福部要考慮廢除 長期旅居海外國人的停付保 制度 僅限駐外人員 遠洋漁船工作人員等 才可以使用停付保 預計每年會影響十六萬人 另外因應基本工資調漲 健保的投保金額上限 也將調整 預計本週五健保會開會時 將會一併討論 近年轉往中國發展的藝人陳竹英 日前宣布放棄臺灣戶籍與健保 改入籍中國 而長期旅居中國的藝人黃安 曾經公開表示 不會放棄臺灣健保 引發外界議論 為了顧及健保公平性 衛福部考慮廢除 長期旅居海外國人的停付保制度 僅限駐外人員 遠洋漁船工作人員等 才可以使用停付保 此外因應基本工資調漲 健保投保金額上限也可能調整 現行投保金額最高級距為十八萬兩千元 可能調整為十九萬或二十萬 衛福部強調今年健保費率仍然維持 百分之五點一七不予調整 但會就部分負擔 旅外國人停付保 投保金額上限等五項配套 進行檢討 至於重新加保的等待期 海外收入等議題目前初步無共識 預計週五二十五號健保會開會時 一併討論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